好 再看到副理箱的定期大会也是最后一天 那么箱名代表包含了叶嘉宏 徐秀之以及杜金摩等等 都针对公所受理的灾损申报面积感到非常的不满 认为公所所说的向上申报600多公顷不是事实 不过箱长马上拿出公文证实申报的确是500多公顷 那么也勘查了2000多笔的土地 说所有的核定的面积是由中央来决定 副理箱名代表会定期会总咨询的最后一天 箱名代表们包含叶嘉宏 徐秀之 杜金摩等都针对 公所受理受灾的灾损面积申报面积感到非常不满 认为公所所说向上申报500600多公顷不是事实 我们乡公所仅提报县政府150公顷 而非事实勘察是650公顷 我想这个我们乡公所应该有数据有公文 那身为一个名义代表 那当听到乡亲们一来误解乡公所的努力 二来表示名义代表的监督不做了 说实在话实为心痛 本席只是要求说你们自己去做内部的检讨 当你们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本席是不希望发生今年类似的事件 造成农民的一个灾害捕捉金 到现在没有落实下来 而且人家玉璃镇早就已经农民都领到了 不过乡长表示不满 乡公所确实向上申报是600多公顷 勘察有2000多笔的土地 也拿起公文来证实 因为所有核定公顷 是由中央来决定 并不是由乡公所决定 核不核定 是在中央 那时候呢 所有的农民来来这边 报这个摊灾的时候来登记的事件 是确实有这么多 但是中央核定 只有150公顷左右 不是我们相公所报150公顷 这是错误的 代表们还是希望上公所农业客 能够重视农民的权益 因为这些都是农民的心血 现在因为天灾的关系 有可能入不敷出 建议箱公所要多用心 接着高雄双不离箱 采访报道 那么这个地区 帮助了 靠雅